片刻间 他已经接触到五位神 坐镇在这里 还有一批圣者 都来自杨洁 楚风没有妄动 他想摸清所有底细 这颗星球上到底有多少神 此外 其他星辰上 又有多少杨洁的人马 不然的话 斩尽一切的神会 打草惊蛇 吓退其他地狱的人马 同时 他也在了解 残破宇宙的各种情况 探究一年多前的旧事 比如战胜果位的去向 当年 从阴间过来的那些人 都去了哪里 现在怎么样了 自从圣师 还有明书离开小阴间宇宙 便一曲不凡 不知道怎么样了 楚风一直很担忧 现在 他已经来到这片天地 自然要探查个清楚 不过 他觉得不容乐观 阳间过来的人 竟然太强大了 对于这片天地的人来说 挡不住 魏家招人了 现在却是从六人 要求根谷上加 天资超绝 从七星级以上进化文明的神子圣女中优选 远处有人喊着 然后 一群人冲了过去 其中不乏貌美惊人的女修 看起来像是大教中的嫡系传人 修为很强 楚风露出异色 这魏家什么来头 只是选侍从而已 居然要从大教中的圣女 身子中 幽选 有点逆天 有老者在感叹 这事到没天理啊 神子 圣女 都不值钱了 有人反驳 能进入阳间谁不愿意 名额有限 魏家这是想招一些天纵七才 跟着进阳间 壮大自身 哪怕是圣女又能怎样 有机会离开我们这片残破的宇宙 介入更高层次的完整大宇宙 谁不心动啊 无论是楚风所在的宇宙 还是残破的混沌宇宙 亦或是小道士的宇宙等 都被称为一块又一块的小阴间 有人羡慕 魏家的祖上来自杨洁 现在跟杨洁的使者联系上了 一步登天哪 楚风明白了 这个魏家有进入阳间的机缘 故此可以这样招人 让顶级道统的船人都不得不折腰 真是惊人哪 另一个星球上 吕家招人时 我们这片宇宙排名第十九的天才 坚且是角色榜上排位第十三的姚林仙子 居然都去投校了 让人嫉妒啊 连这种顶级仙子都去投奔 甘愿为侍从 陪在吕家公子身边 这世道真是没智了 吕吕 小声点 吕家的祖先也来自阳间 非常了不得 而在阳间 吕家师祖距离天下 为名动天地 事到大变 能进阳间的许多人眼中 便是一步登天 让许多神子圣女都抛下尊年 甘愿为仆从 不然的话 怎样啊 哪怕你是天才 也得去闯那生死路 得到阳间人认可 才能有机会进阳间 可是谁不知道 那条生死路太艰难 这几个月以来 一些大名鼎鼎的奇才都死了 哪个不胆寒 现在有机会直接过关 就是圣女神子 也要低头啊 楚风安静的听着 什么都明白了 很快 他又了解到 更为具体的消息 无论是闯过生死路的奇才 还是有人脉 跟阳间有关系的世家 到头来 还是要进行 最后一次的终极筛选 阳间的那些道统 古老家族的诗者放言 阳间挑选阴间中 不要废物 即便是昔日奉命 太巡 阴间而无法回归阳间的那些人留下的后代 也不能被太优待 必须得有不错的表现才行 现在这些家族挑选神子圣女为侍从 就是想让自己的族群表现的足够惊艳 听闻了吗 阴间宇宙被带过来不少人 有许多天才与神女等 到时候必然要跟我们混断宇宙的人 尽出名额 嗯 早就知道了 上一次 不是个名为应折仙的女子吗 非常的惊艳 更古绝佳 跟我们这片宇宙的折仙枯众人会合 被全力培养 很了不得 哎 小道消息 有天尊的后裔看住应家那位女子 不过她的确敬艳美若天仙呢 楚风静静的听着 她觉得 或许会见到那些消失的故人 元魔 子鸾 元世成 元元 朱雀仙子等人 应该都来了 甚至千里眼杜怀己 叶清柔等人 也可能非常被动的被裹带了过来 她在思量 涂神过后 是否可以隐藏身份 跟一些故人去逝列 闯关 进入阳间呢 跨过混沌海 去阴间的那些人 不知道是否能有收获 时间真的不多了 我们 不得不做好破釜沉舟的准备 现在开始 家派人手过去 红城 有一些神山被围在城中 山间亭台楼阁 飞浦流泉 云征下位 景色优美 有神奇坐镇在此 他们在商量对策 去阴间的人马到现在 都没有什么好消息 反馈回来 上一次联络后让人失望 没什么太大的进展 现在几个道通的人马 都坐不住了 必须在临走前冒险 拨上一拨 不然的话 天尊怪罪下来 谁也承受不住 现在气氛有些紧张 不是多么好 连阳间一些古老的世家 都派出使者参与进来 就怕他们悄然得手啊 不可能他们也没有什么更好的手段 秀丽的山峰上 金色瀑布垂寡 有几位神并肩而立 眺望远方 他们压力巨大 上面下了命令 没有结果的话 他们就不用回阳间了 总算是挑选的阴间种不错 有了不错的结果 有些人得阳气滋养 居然成长速度惊人 初步试验 让人满意 连坐镇的神王大人 都露出了久违的笑容 几个人在谈论 也在跟其他星球上的神联系 还要对阴间行动 他们当中有些人要亲自过去 进行作业后的寻找 最近的情况越发微妙 连大能都采与进来了 号令弟子要寻找什么神子 不是阴间种 说的不是那些天才 而是一颗真正的种子 相传是非常古老时代遗失的 若是得到 可能会对那些几乎要走到计划路 尽头的存在都有帮助 我也听神王说过这件事 上面给他的压力突然被增 这所谓的阳间种 一颗就抵得上其他所有造化的价值 大能都在心动 恨不得立刻出手 可是却给不出种子究竟什么样子 真是让人头大 他们脸色发苦 连阳间的两件质宝都还没有影子呢 一件都没有寻到 现在又要找一颗阳间种 让他们犯愁 神王传来消息 突然 一位满头蓝色长发的神奇动容 变得严肃 他看起来三十岁左右的样子 但其实经历漫长岁月了 手持一个特殊的通讯器 在上面有资料显示 神王的神音传出 这就是我对你们说过的那颗种子 是阳间的大人刚派人送过来的资料 你们仔细研读 若是能寻到 便可以不登天 一夜间 就会将你等造就成神王 这种话语让几位神动容 他们内心激动 但也知道 这种任务多半难以完成 但还是迅速表态 要竭尽所能去追寻 资料中显示的一颗种子 表面褶皱 整体是圆形的 但是有些枯黄 没有什么光泽 像是失去了所有生机 以死一颗死种 几位神奇愕然 这就是阳间大能 都动心的种子吗 看起来并无出奇之处 甚至可以说相当的普通 跟荒野中的繁种 没什么区别 随后 其中一人读资料 最为古老时代的 古本手札中记载 这吸引了几人的心神 都露出异样之色 这是绝密资料 涉及到的层次极高 他们觉得 哪怕现在知道了 回到阳间 也会被斩掉记忆 有些秘密 不是他们这层面的人 能够接触到的 接近后发现 那个生物早已作化 死去很多年 他在那里发现 大雨基进化者 留下的一部手扎 可谓极紧古老 当中竟提到一颗种子 如果是寻到此种 或许能让这个 大雨基生物的衰败 暂时停止 不见得会最终死去 手扎中还提及 这位大雨基生物 曾放出一条小龙 专门进入阴间 寻找这颗种子 可是一去不返 算一算时间 应该过去了上亿年 那么久远 几位神惊叹 来头太大了 一位神目光硕硕 只有一颗种子吗 远处 楚风在城中漫步 但其一缕昏光 却进入中心地的一片 修理山峰街 在暗中观察几位神 听到了他们的对话 听到种子两个字 便让他心头一震 上亿年都过去了 哪怕是神种天种 都该腐烂了吧 还能剩下什么呢 要知道 阴间种 久被阴气启食 更容易烂掉 不见得 现在的大能都在惦记 天尊都在为我等施压 莫不想得到 足以说明 他的超级不凡 绝不会腐烂掉的 这些资料上 有大能的猜测 上亿年前的手扎上 所记载的种子 根本不知道 起源什么年代 或许 跟进化史上的某次 分岔路有关 也说不定 几位神在讨论 站在云霞缭绕的灵山上 金色泉池孤孤而涌 几人丝毫不知道 有人在冷漠地看着他们 同在城中 楚风相距很远 以解书生打扮 清晰地感应到这里的一切 听到了他们的谈话 最终 五位神奇商议过后 决定加派人手进阴间 同时 他们跟其他生命星球上的神联络 准备协商 三天后就启程 楚风面色平淡 心中杀气缭绕 他也准备动身 若是跟着进入混沌中 正是出手的好机会 在那里除掉他们 残破宇宙的神王 都不会有感应 灭掉足够多的神 他再去悄然闯关 混在一群天才中 跟着偷渡到阳间 这或许是最好的选择 不然的话 真正硬闯到阳间去 可能分分钟让人灭掉 一位神开口 休养一年多 黄神师彻底复原 另外一位老神师也无恙了 他们会跟着上路 希望这次能够推演出一切 让楚风无所断行 楚风知道 这位神说的黄神师 肯定就是那只老黄鼠狼 在占卜领域中 造诣惊人 号称神师 楚风很平静 依旧待在这颗星球上 不显山不漏水 三天后 诸神真的动了 要联手上路 时间不多 连接阳间 与这片宇宙的通道 快闭合了 他们如果再没有收获 那就真的没有时间了 楚风来到 残破宇宙的边缘 躲在混沌中 他看到了 那艘正在接近此地的大船 上面有一些神奇 还有很多圣者 应召集的人物 混沌中非常危险 发生什么都有可能 有人在横渡时 发现莫名的庞大尸海 稍微临近而已 就会被他 一散出腐烂物质侵蚀 神道根基尽毁 也有人遇到 无尽的秩序符号 刺目至极 哪怕贵为身亡 也会在一席间 被撕成碎片 永世不得超生 还有人发现 开天前的莫名东西 一旦接近 九成的人都会死去 偶有回归者 也发生一变 生不如死 当然 越是危险于可怕的地带 越有可能 蕴含着造化 从来都是死亡 与机缘并存 相隔不过一线间 大船速度很快 一共载有十一位神骑 船体 以特殊黄铜铸成 上面有细密的纹路 那是烙印在当中的 法则碎片 保证大船足够的坚固 十一位神都一动不动 站在大船甲板上 眺望前方 有人副手而立 有人提着战舰 有人双目如红 想洞车混沌 周围雾矮翻腾 都是混沌 黄铜大船 如同乘风破浪 船性险足 若一抹流光般 急速前行 太快了 十一位神 如同亘古昌存的化石雕像 但轴身都弥漫着可怕的能量 毛子开合间 非常赦人 这是我们最后的机会 如果没有收获 我们可能永远被放逐 在阴间再也回不去 会死在异乡 一位神开口 话语低沉 脸色非常冷 若是无法回归 纵然为神奇 他们也会疯狂 真到了那一步 我们就清查 血洗印尖星海 自己造出一方 玉海洋气的天地 演化神奇秘境 谈何容易啊 不过真要到那一步 无论发生什么 我都不反对 随后 朱莉就沉默了 没有人再开口 诸神寂静 他们真的不想滞留在这片天地中 可查一声 远处雷霆密集 犹如九天上的瀑布 一重接着一重 密密麻麻 在那里交织 黄铜大船绕行 且上面贴着的天尊法指发光 挡住危险 十一位神奇处立 气息破人 都在注视远方 此外 还有一批应召集进化者 盘坐在甲板上 一动不动 都很本分 揭穿着甲州 样式古老 膝盖上 横着冷冽的兵器 至于圣者 则足有上百位 坐在角落里十分安静 这么多人聚在一起 导致洋气浓郁 升级浩道 从洋江过来的人马 有大半都集中在此 只留下小半 驻守在残破的混沌宇宙中 这一意 他们想成功 不然没有人可以踏上归途 都会客死他乡 黄铜大船后方 一个拳头大的石河在飞行 锁定目标 一路跟了下来 楚风在姑娘距离 离开混沌宇宙足够远了 或许最佳的下手机会到了 他曾经距离接近 石河遮盖了他所有的气息 没有人可以发现 他已经知晓黄铜大船上众人的实力 究竟如何 要先解决天尊法旨 然后干掉那个躲在船舱中的老黄鼠狼 不过他最怕死 保护措施很到位 先动他的话 有可能会打草惊蛇 楚风所忌惮的只是怕天尊留给这些人的器物 至于这些神奇本身 他并不是很担心 想个办法刺激一下船上的神尸 若是他被反尸就好玩了 楚风琢磨了一会儿 露出淡淡笑意 他已经了解到 上一次老黄鼠狼强行推演时 险些被打回原形差点覆灭 石河临近跟船体越来越近 船舱中 老黄鼠狼与另一位史诗都在盘坐 这时他们都有些不安的感觉 在占卜领域中造诣超凡 对自身的安慰等自然非常的敏感 第1303集 不知为何 自从上路后 我有些不安 老黄鼠狼开口 另一位老神师开口 是 我也觉得 此行曲阴间可能有变故 难道大约越发危险 而且 就在刚才 我居然一阵心计 老黄鼠狼面色变了身上毛发炸力 和我一样 竟有刹那的惊悚感 他坐在那里 目光悠悠 一刹那 他快速的丢出一些硅甲 仔细推演 想要占卜 去阴间宇宙究竟会发生什么 大熊 我们去阴间宇宙有可能会死 两位神师都害怕了 皆开始占卜测算自身的命运 危险究竟来自哪里 意思跟那件质宝有关 只能模糊的有所觉 一片朦胧与混沌 根本不能准确的推算出 两人脸色难看 都露出幽色 这是楚风的血 还有残碎战衣 我们借此推演他试试看 那质宝应该在他身上 这样相对容易一些 可是 如今还在混沌中 相距太遥远 以他为目标难度太大了 只是事实而已 行就行不行就算了 不然的话 前方太危险 我总觉得内心惶恐 万一死在阴间 我太不甘心了 他们开始推演 谨慎测算 此刻 石河的一个面发出微光 略带晶莹光泽 上面纹路清晰 是成片的山川地势图 楚风已然知道 石河一旦发光 等于彻底的蒙蔽天机 根本不怕任何人针对他 而进行各种的占卜等 吐的一声 船舱中 老黄鼠狼可血 他的脸色煞白 自身虚弱了很多 简直难以置信 相距这么远 为什么反射这般厉害 另一边 老神师爷脸色蜡黄 刚才口鼻喷血 损失的可都是血精 让他们身体疲累不堪 我刚才推眼师 居然心惊柔跳 仿佛有一个庞然大物 就在进前盯上了我们 怎么回事 根本分析不出什么 越是惊疑 他们越是不安 很想弄清楚什么状况 数次后 两人重重的摔倒在船舱中 尽气少出气多 吓坏 伺候他们的几位道童 慌忙跑了出去 十一位神骑都被惊动 迅速的冲进船舱中 对两位神师非常重视 楚风也动了 从混沌中急速接近 悄然驾驭石河登上大船 出现在船头那里 刹那开启石河 冲着天尊法旨而去 很轻松 他将法旨收入石河中 直接扣紧盖子 与外界隔绝气息 这是他最忌惮的东西 但是他也了解过 如果没有人催动的话 这法旨不会主动进攻 他在阴间杀过神 搜索过他们的魂光 粗略知道一点 简单的催动之法 可查一声 失去天尊法旨后 黄铜大船 顿时遭遇巨大的阻力 附近即便没有混沌雷霆 也有一些规则碎片等 非常的危险 船体上火光四箭 铿锵作响 被莫名能量侵蚀 发生了什么 不要说应召者 就是船舱中 十一位神奇都不能淡定了 感觉毛骨发寒 在混沌中履行 发生事故的话 动辄就要全灭 楚风消失 没有引起任何人注意 他虽然是为复仇而来 但是十分的谨慎 他在担心还有其他天尊物件 嗖嗖嗖的 神奇都冲了出来 一眼看到船头那里空荡荡的 天尊法旨没了 顿时让他们失声惊叫 露出惶恐之色 至于其他应召者 圣者也都惊恶 那张法旨雾的消失 他们没有看清具体情况 不明所以 没有这东西庇护 众人必死无疑 早晚要被混沌中的雷霆给劈死 一人大吼着返航 彻底激烟了 楚风在远处看着 他估摸着 这些人应该没有其他天尊器物了 不过 他没有急着动手 就那样看着 大船掉头 向回航行 全力以赴 在此过程中 船体嗡嗡作响 出现细密的裂痕 被混沌中 一些游离的秩序碎片斩伤 这样下去的话 必然要解体 十一尾神奇快速出手 对抗这种侵蚀 天尊法旨怎么消失了 难道被什么生物接走 这不可能 谁敢碰触 除非有同级术的器物或者生物 以尾神低语 脸色铁青 且渐渐的露出巨蚀 不要自己瞎自己 或许混沌中有莫名的法则浮现 削落天尊法旨也说不定 可查一声 大船撞上混沌中的一截枯骨 船头那里炸碎 不知道什么年代 留下的一根乌黑的骨头 坚硬可怕 流动无光 黄铜战船 失去天尊法旨庇护后 筋手不住 混沌中 就是如此可怕 什么事都有可能发生 啊的一声 一片惊呼声响起 大危机来临 所有人都惊惧 楚风出现 他已经确定 对方没有什么后手 当他手持石河 降临在大船上时 一群人震惊 从混沌中冒出来一个人 就这么突兀的出现 让他们怎能不害然呢 你是 楚风 有圣者大叫出声 感觉难以置信 一个阴间土著 怎么来到这里 敢面对他们呢 虽然这就是他们的目标 但是现在每一个人 都有些不安 就是神奇 都觉得身体危冷 如果没有一定的底气 这个阴间的年轻人 怎么敢低临呢 让你背后的人出来吧 一位应照者喝道 一位神奇出手 大吼着拿下 不管怎么说 即便附近还有恐怖高手 也管不了那么多了 现在先拿下楚风 将他当人质 或者直接杀死 他们都不相信 楚风可以靠自己 跟他们开战 这根本不现实 才过去一年而已 没有人可以成长这么快 一定是大院中 有生物出来了 有圣者颤抖 看向周围的混沌 事实上 这也是在场 十一位神奇的猜测 引渐最后的仪仗 也就是那里了 除非那里有生物走出 有一位神奇 对楚风下手 迅速而猛烈 想第一时间控制住他 银色手掌 布满复杂的规则符号 迟迟的 然而一刹那 楚风浑身光芒大作 剑翼横空 不断的披展 杀世界 将此人的手臂瓦解 化成血雾 剑光闪过 那个人的头颅飞起 剑翼震动 那个神奇无头尸身解体 化成碎片鱼血雾 大量神性粒子飞来 向楚风聚集而去 所有人都吓坏了 包括鱼下的十位神级高手 这是何等的实力 一个赵灭 就灭掉他们中的一位神 鱼下的神奇又惊又惧 到了这一刻 他们从头梁到脚 他们眼中的这个土著赶过来 居然是因为自己足够强 所以仗的就是他自身 他们一起动手 不管怎样说 现在没有后路 只能硬着头皮去厮杀 杨洁的人明白 杀过楚风的父母 灭了他的亲朋故友 连他的道旅都陨落了 不可能善了 楚风的眼睛都发红了 百年修行 在一语中练进法 就是为了今朝 这才交手 他便全力以赴 血光蹦解 树尾神奇倒下 神血洒落 神将 怎么可能 他们几乎不敢相信 楚风 成就神将过位了 这才多长时间过去 当年那个都不曾被他们注意 没有放在眼中的小土著 竟在短短一年内 从圣者层次 突破到神级领域 威猎神将之巅 震撼人心 他们惶恐了 这种进化速度 就是在阳间也吓死人 除非古代那几个特殊时期 不然的话 怎能出现呢 逆天了吗 噗的一声 楚风的剑一扇动 如同一个十二羽翼的神王 呼啸天地间 再次 将一位神奇的头颅 展露 根本就没有人 能阻挡住他 一个阴灵啊 为什么能走到这一步 应召集高手 那里有人低吼 再过去 就是他们也能俯视阴姐 藐视楚风 可是现在 这个小土著居然进化到这种层次 在楚风身体两侧 十二羽翼山洞 那恐怖的秩序 纹路蔓延 宛若江海汹涌 向前轰去 那位应召者 当场炸开 同时 他身边一群人都跟着遭殃 随之解体 原本都算是高手 可在楚风随意的一击下 却都惨死 魔头 魔头 一群圣者胆寒 从未想到过 来到阴界 居然会有这样惶恐的一天 原本 他们是以俯视的姿态 降临在低位面的世界中 有神奇喊道 快 快突围 这场战斗没有办法继续了 再这么下去的话 所有人都要死 谁打得过神将呢 但是 众人绝望了 黄铜战船外是混沌 蕴含部分规则碎片 一个不小心被击中 就是神也得死 我不相信奇迹 这个世界没有人能够这么快成神 有一位神在咆哮 绝对不会相信 楚风能依靠自身这么快崛起 在他的身上一定有某种惊人的秘密 砰的一声 回应给他的是猛烈的一拳 楚风的拳头晶莹璀 绽放出五色神光 大的空间爆明 附近的混沌雾气沸腾 这位神奇拼命对抗 可是差距太大了 自身寄出的兵器 发出清晰的脆响 满是裂纹 一解神奇被毁在那里 并且他自身也即将覆灭 体外的护体光木 被那一拳打穿 彻底洪碎 他所催动的诸般秩序深裂 也在断裂 各种符文被那拳头磨灭 这位神奇被击穿肉身 就是神魂也在炸开 跟着瓦解 虚空颤抖 因为楚风在动用 小六道时光树 轰杀一人的同时 根本不给他们滴血重生 再诉真身的机会 直接分解成神性粒子 迅速的熔炼 不杀则已 一杀就是行神俱灭 纵为神奇 也会失去转生的机会 太强大了 这个阴灵 无人可制衡 众人面如土色 神级进化者在血皮 可是却也在不断的运露 他们认为 楚风能这么迅猛的崛起 跟他们所寻找的那件 阳间之宝有关 在他的身上 从而导致他突飞猛进 若是深究 的确是有些关联 毕竟没有诗和的话 楚风就没有办法将肉身带进异域 从而也就无法肉身成神 这才交手而已 便已经是神灵横尸 倒下去一片 可九成的人都不敢逃 刚才有人跳下黄铜船 结果转眼间 就被混沌中的法则碎片 斩成碎片 神魂永灭 江州呢 虚红呢 楚风贺问 那两个神是最先进入阴间宇宙的 被夭夭各自斩掉两具化身 元气大伤 但终究真神还在 没有死掉 他确定 那两人没有来 并不在船舱中 楚风周身光束 成千上万缕 鸡舍而出 每一道都如同剑光 他震动十二翼 扑杀主神 在这里打开杀戒 一位神奇惨叫 即便很强 但是也没有办法跟神将比肩 被楚风几对剑意 哼扫而过时 不仅偷炉落地 还被腰斩 接着 成百上千道剑气 在他体内绽放 宛若在他的血肉中 孕育着一轮太阳 最后 他砰的一声爆开 神性物质激荡 无数的颗粒飞起 那是最本源的能量 朝着楚风汇聚而去 又一位神 彻底死去 这是邪功 天啊 六道邪尊的艺术 终于有人认出 大声喊叫出来 面带恐惧之色 这样杀死的人 将饱受折磨 在全面分解的过程中 肉身与灵魂中的 各种有异物质 都被提炼出来 像是被人熬脸大药 极紧悲惨 所有人神色惨淡 面带恐惧之色 这一刻 就是还活着的几位神奇 也都毅然转身 向着混沌中冲去 哪怕死 他们也不想像是被熬耀一般 将他们活祭 瓦解成神性粒子 与盗祖物质 那是何其可怕的摧残 楚风怎么会给他们机会呢 哪里走 箭一展开 如同神王将力 所向披靡 横扫过去后 直接便有两位神奇 被截断躯体 倒在大船上 最为可怕的 还是他的拳头 这样轰出去 无间不摧 符文密密麻麻 缭绕在拳头四周 那些所谓的密宝 防御秘术等 全都阻挡不住他 被他一拳打穿 神奇在这里炸开 叠血船上 这是在图神 接下来的战斗 崔库拉朽 楚风强势无匹 没有人可以阻挡他 时间不长而已 十一位神奇 就几乎全灭了 还剩下最后一位神 冲进混沌 可是又被楚风追上 施展大日如来全 直接轰杀 甲板上没有人了 全都跳进了混沌中 可是圣者跳下去时就已死 而应兆者也挣扎不了多长时间 会被各种未知的危险吞噬 也活不下来 这片地带 正好有雷霆海在闪耀光芒 结果哄的一声 离开黄童船的人都被击杀干净 称为灰迹 黄童船毕竟是神级宝物 转刻着各种规则符文 虽然火星四界 但比那些圣者强很多 还未解体 楚风没对那些人下手 他们便都已葬身混沌中 可是圣者跳下去时就已死 而应兆者也挣扎不了多长时间 会被各种未知的危险吞噬 也活不下来 这片地带正好有雷霆海 在闪烁光芒 结果轰的一声 离开黄童船的人都被击杀干净 成为灰烬 黄童船毕竟是神级宝物 转刻着各种规则符文 虽然火星四界 但比那些圣者强得多 还未解体 楚风没对那些人下手 他们便都已葬身混沌中 他走进船舱 一眼看到老黄鼠狼 与一位老者 两人面如土色 现在彻底绝望 十一位神都死了 他们两个怎么可能会是对手呢 除了占卜外 他们的战斗实力其实很低 楚风一根指头 就能戳死他们这样的生物一大片 砰的一声 楚风一把将老黄鼠狼给提了起来 拎着他的脖子 俯视着他看来又看 这老东西推演出他身边的人 现在那些人一个都不在了 全部死去 直直的 老黄鼠狼一双眼睛乱转 吓得尖叫不已 他很怕死 真的不想被人这样击杀 但是他也预感到凶多吉少 看你贼眉鼠眼就不是好东西 眼珠子乱转什么 楚风啪的一声 在他头上削了一巴掌 当然没有用力 不然的话 他就是有十条命也得死 楚风 楚风 您真是天纵神物呢 一年间崛起纵横天下再无对手 堪称计划史上最强天才 超越诸神 比肩天尊年轻时代 不 同样要超越 楚风无语 这老黄鼠狼也太贪生怕死了 他还没有用刑呢 这家伙就要跪了 在这里满嘴呼唤 闭嘴 我问你是问你答什么 首先 太吴与其他天尊究竟会不会过来 好 好 计划史上的最强天才 你有问我必答 老黄鼠狼 老黄鼠狼非常配合 片刻后 楚风得到了很多想知道的消息 唯一遗憾的是 老黄鼠狼脑子中的占卜片没有口问出来 涉及到的相关灵魂区域被其祖师设下了禁制 还有更老的黄鼠狼 楚风露出异色 感觉这一脉很不凡 最终楚风一巴掌结果了他的性命 看着他好话说个没完 可是搜索魂光时他内心是怨毒的 想要以后找人干掉楚风 虽然他想隐瞒魂光中的情绪 但是楚风太强了 他根本遮掩不住 所以被击毙了 此外若非他 楚风身边的人也不会都被推演出位置 护打一顿再说 接着他开始拷问 最后看到这个老神师中 魂光中怨气沸腾 他无话可说一脚踹死 整片大船寂静 所有人全灭被楚风杀个干净 曾经的人 那些在我生命中留下太多感动与笑语的倾骨 我在为你们讨战 在这里图神 楚风轻语 心中憋了很多话 板着玉器冲出体外 从此之后开始收割神奇为亲朋复仇 同时这一次他的收获也不小 斩杀十一位神奇 从他们的魂光中拼凑出如何催动天尊法旨的方法 这东西是一把双刃剑 用好的话或许可以再突然间震杀阳间大敌 但若是弄不好会被对方反控制夺回去 对他则是灾难性的 还好他现在有石河将法旨置于河中 跟外界诸神格局没人可以催动 等于先封印起来 楚风进入石河空间 驾驭他急速远去 消失在茫茫的混沌海中 片刻后 即便黄铜大船上有法则碎片 在失去天尊法旨的庇护后 也挡不住混沌内各种秩序的侵蚀 最终解体轰然一声化成鸡粉 事了服一去 楚风离开事发现场 再次进入残破的混沌宇宙中 遗传的神奇都死了 他们的手下已覆灭干净 没有人知道这里发生的事 太武的后人来了 正好借人头一用 以天尊血脉高位地下亲朋 在这片残破的宇宙中 无论是神还是神王 都是他的目标 耿煌论是太武的后人 要狩猎到底 同时他也开始探路 该进阳间了 要将诸神斩杀干净 也要偷渡过去 只是不知道应哲仙 袁世成 紫鸾 银发小萝莉等阴间的故人 他们所要走的路是否顺畅 碰的一声 虚空炸开 原地留下一口军烈的黑洞 楚风遁进混沌中 速度太快了 超越极限 因为他要杜劫了 怕动静太大 引发别人注意 这一次 他吐掉十一味神奇 熔炼的神性粒子 与盗族物质不算少 累积到一定层次 又要开始接受雷霆洗礼 温度中充满危险 他仪仗有失和在身边 寻找到一片安全地带 有惊无险地 抵住这次神级闪的劈杀 当他再次走进残破宇宙时 一身的精气神越发的凝裂 恐怖的能量蛰伏在体内 他跟神王真的很接近了 若是有机缘 他便能顿悟 立地成神王 他明显感觉到 自身又进化了 身体各项生命树枝都有增幅 真要开展 能傲视诸神 辟你四方神将 在一颗干枯的行星上 楚风降落下来 将十二只雪白的小动物 都放了出来 这是从混沌中 哪棵怪树上采摘下的 果实生物 都是神兽 历经漫长岁月的滋养与成长 神耀通灵 结出果实 最后蜕变成动物 十二只拳头大小的雪白小兽 都很单纯 如同一张洁白的白纸 等待笔墨渲染 他们头脑中 有的只是法则与秩序 宛若道 在人间的一抹投影 楚风分出了十二缕昏光 进入他们的体内 教导他们 传递自己的各种思绪 这简直是斩尽天时地利 直接成为他们的亲人 我是你们的师尊 这种教导 是直接在他们的魂光中投影 若是别的生物肯定不会接受 因为非常有可能会被人彻底掌控 成为其傀儡化身 十二只生物 懵懂无知 根本不明所以 不过 楚风也没有控制他们的意思 在最短的时间内留下太多的东西 管输了他的很多想法 事实上 这等于在直接帮他们塑造世界观的 不是楚风的化身 但却跟他有很多相近之处 对他无比亲近 你们去各地查探 楚风开口 这可是十二位神 不用的话 太浪费了 他的那些魂光还没有收回 跟着他们上路 一同进入星海中 去探查关于阳间的遗弃 银色的小狗汪汪的叫着 憨态可居 但真的为神奇 足以能涂掉一个传承 数十上百万年的大叫 雪白的小狮子 略显威猛 纵天而去 洁白无暇的乌鸦 或许可称之为血压 呱呱叫着 可让神奇的魂魄迷失 冲向宇宙深处 楚风静等消息 随时准备出击 不久后 他就得到各种反馈 彻底知道了 阳间各种部署 阳间各教 一些古老的家族 都有使者过来 不限于太武 混义 原石击脉人马 这些阳间的进化门派 都在挑选阴间中 并开辟出一片遗迹 那里有一片天然的试炼地 经受魔力而过关者 可禁阳间 败在天尊门下 其中的佼佼者 甚至可以带着本族 一起飞升阳间 这是一件大事 此外 阳间降临在残破宇宙的神旗 在酝酿 在离开前 想破釜沉舟 组织最后的力量 去小阴间探险 他们不会死心 哪怕刚派出去一传神旗 但是这也还不是他们最后的决心呢 如果没有结果 剩下的神旗也会拼命 一起上路去阴间 甚至连主事的神王也要动神 我很期待 楚风露出笑意 如果这批人进入混沌中 他绝对要去截杀 战个干净 这样的话 就等于葬掉所有的神 或许算是诸神的黄昏 楚风动了 向着那片所谓的遗迹 也就是那片天然的试炼地赶去 他想先探个究竟 截杀完第二批神旗 他还想在这里 混个合法的身份进入阳间呢 若非两界通道那里有古怪 阳间一侧 有高手作证 他真想立刻就杀过去 幽兰谷地 残破宇宙一块漂浮的大陆 悬浮在宇宙边缘 抵在混沌间 当然 这片区域毗邻阳间的混沌 跟通向阴间的混沌区域 在反方向上 隔着整片残破宇宙 楚风来了 通过这里 可进那块失炼地 同时也是从这里进入阳间 平日间 这里有原住民 但不多 绝对不像现在这么热闹 最近来了太多的进化者 都想逾越龙门进入阳间 残破宇宙最顶级的族群 他们的人马早就到了 等待多日 比如 浙仙窟 弥陀寺 天神宫 史摩殿的人 跟那阳间有千丝万缕的联系 此外 还有魏家 吕家 等 这些原本并不是最顶尖的家族 现在 也因为祖上来自阳间 而被使者熏道 魏家 吕家 等 因为阳间的祖辈太强大 建立有不朽的皇朝等 他们现在 也因此而受益 使者承诺 哪怕他们失恋过不了关 也会带上他们部分人 进入阳间 此外 还有各路种子选手 以及其他强大进化门派的人赶来 而阴间的人 也被裹带过来很多 也有机会 参与最后的试炼 当然 这当中有很多人 还要先闯一条生死路 只有过了那一关 才有机会 跟魏家 吕家 哲仙窟 弥陀寺等 一起进行最后的试炼 楚风在寻找 太武天尊的后人 不仅要看这里的失恋地 听闻太武的血脉在这里 也特意为他而来 此外 他也尝试寻找一些故人 觉得有些阴间的旧友 被掳过来了 这块大陆不算小 比一般的行星还大 漂浮在宇宙边缘 不成星球 但也能很好地存在 在这里 虽然灵气很浓郁 但是植北却有点稀疏 自然环境有些恶劣 方言望去 稀疏的古树 伴着成片的瓦利地 还有冒着秩序符文的泥沼地等 这是史前遗迹 充满危险不确定性 许多地带伴着丝丝的混沌器 此外 还有各种妖艺的规则碎片 这也是植物不易生长的原因 就是进化者在这里 都觉得条件艰苦 的确是被写染红的谷地 这让人们亥然 究竟是何种存在 过去一晚年那么久远 其写染红的土地还没有褪色 十几只独角兽跑过 都周身银白 带着圣洁的光彩 头上的鸡脚更是晶莹透亮 载着十几位少女飞驰而去 有人小声问道 这是哪家子弟啊 亚仙族的一群仙子 来自哲仙窟 现在去迎接一位年轻天才 有人回应 并告知不要多余 看着就是了 楚风静静的观看 不久后发现 那所谓的阳间年轻天才 并非太武的后人 让他颇为失望 随后 史摩殿也有人来了 一群年轻人有男有女 也去迎接阳间的一位天才 在进入阳间前 各族都在跟阳间的人 积极交好 建立关系 甚至 楚风在史摩殿的年轻人中 看到了袁世成 这位故人果然未死 加入残破宇宙的本家中 袁世成 是阴间史摩族太子 而残破宇宙有一个史摩殿 本是同一族 飞灵仙子来了 突然前方一片大乱 引发轰动 五彩光雨洒落 有一个洋气浓郁的少女 凌空而行 引发众人追捧 许多人去迎接 这是阳间的一位天才女子 他的人气非常高 引发残破宇宙各族人的关注 都对之非常客气 许多年轻男子露出青木之色 不过也有人不解 最后的试炼要开启了 竟引来阳间的一些天才 让以残破宇宙的一些民俗 感觉奇怪 有人猜测 这里或许非同小可 有人让阳间人都惦记得机缘 就在这时 地平线尽头 几头麒麟出现 银色的林甲 雪白而神圣 散发盈盈光泽 无尘无垢 不染尘埃 这引发很巨大的轰动 这是神兽吗 随着他接近人们看到 他只是在拉车 还好人们看清 他们只是一头亚神兽 并非真正的神兽 是亚麒麟 血统还没有进化到真奇境地 即使如此 也引发哗然 这是什么人 一几头亚麒麟拉车 一辆雪白的战车 闪烁梦幻般的光彩 在战车上有一个年轻男子 安静的坐着 很俊朗 称得上是 风神如玉 他带着微笑 像是一尊年轻的神奇 散发蒙蒙白光 祥和而圣洁 给予人很亲切的感觉 让人如暮春风 有阳间人低语 带我天尊的后身来了 这片地带 顿时无法宁静 许多人向前涌去 天尊血脉亲临 那些希望跟阳间天才交好的人 自然想要上前 但是最终 战车没有停下 向前驶去 太武天尊的后人笑着挥了挥手 阳光而灿烂 如玉般的男子 不愧是体内流淌有天尊血的天才 也有很多年轻的女子尖叫 很是激动 相对来说 阳间在这片宇宙没有大肆血洗星球 只是许多人争夺战神果位时出手了一次 因此他们在这片宇宙的名声不算太糟糕 远处传来呵斥声 走开 你这个身体残缺的人 不待在那民营 来这里做什么 有人挥手 将一个坐在路边的独臂男子鸡飞 让他满嘴睡斜墨子 撞在路边的一片史前废墟中 楚风瞳孔一缩 虽然隔着很远 但是他看清了 那个男子是福荒来自阴间宇宙 这曾是一位年轻的天才 还曾去过地球东海 跟原魔打了一架 曾被楚风戏眼 他的名字不详 福荒 当中荒这个字气魄太大 而你点缀个福字 明显驾驭不了 自身会出大事 难有好下场 楚风记得 昔日调侃时的部分话语 想不到 再次相见这个人 竟如此的凄惨 断臂那里浮纹闪烁 血肉被侵蚀 遭受过重创 同时楚风很惊异 所谓的难民营怎么回事呢 然后他向前而去 一走就是很远 在路上了解到情况 那里有很多都是阴间的人 处境不容乐观 被阳间人所不待见 不久后 他发现了原魔 满身血迹 在所谓的难民营中 也发现了被阳间人呵斥 正瑟瑟发抖的子鸾 楚风眼底身处 神盲一闪而过 原魔曾被降服 愿意跟着他 而子鸾被他收为侍女 又起初的总是想逃 到后来对他怕怕的 但又舍不得走 对他很依赖 还经常扭着小蛮腰 忽加虎威去教训别人 这两人竟如此凄惨 再看看远方那些来自阳间的天才 光雨洒落 神圣无瑕 尤其是太武的后人 一压身手拉车 排场很大 众人追捧 原魔 紫鸾 却被限制在所谓的难民营 被人这样呵斥 楚风目光悠悠 向前走去 有人再次呵斥 原魔与紫鸾 滚回你们的难民营 真是不懂规矩 原魔咬牙 强忍着愤怒 心中倍感屈辱 但是身上有伤 一些骨头都折断了 曾被阳间的人重创过 现在再上去 也是被羞辱 他招呼紫鸾 走 紫鸾平日又活泼又傲娇 可现在精神萎靡 大眼暗淡无光 被呵斥的身体都在轻微发抖 他有些害怕 毫无疑问 阳间的人对他们非常不友好 连他的一条手臂都骨折了 抬不起来 而且看样子 就是不久前负得上 两人低着头 向那所谓的难民营中走去 真是不懂规矩 不知道自己的身份吗 阳间的那个人瞥了他们一眼 而后又盯着紫鸾的美丽背影 眼中略有火热 原魔与紫鸾曾与处逢有些关联 上面要求这两个人都得留下 不能下手 不然的话 估摸着原魔就死了 紫鸾也不会有什么好下场 太武天尊的后人 乘坐麒麟战车 雪衣飘舞 散发圣洁光辉 已经过去 留下后面成片的惊呼声 这前后对比反差太大 楚风 将这一切看在眼中 很想立刻动手 但暂时不想牵连上原魔与紫鸾 他自己无所谓 可杀可顿 可是 如果可以的话 他还是想将那两人 送进阳间合适的门牌 我有点想念楚魔头了 真想看到他殴打那个人 打烂他那张可恶的嘴脸 不知道楚风怎么样了 在哪里 楚风一步一步跟进 寻找机会 直到脱离所谓的难民营区域 他的目光逐渐的冷冽下来 快闪开 体内流淌有天尊血月的使者家里 你们围拢什么都给我闪开 负责开路的阳间人呵斥 还是刚才的那个人 阳间的神奇 以及年轻弟子过来时 由他们这样的专人陪护 负责领路与开道等 他对残破宇宙的进化者 也没什么好脸色 但比面对难民营的阴间人士 要强上一些 这时楚风走过来了 对那人喊道 选费什么呀 自从你们阳间人来了以后 遗址气势 看不起阴间人也就算了 对我们混沌宇宙的进化者 也一副蔑视的姿态 说好的一视同仁呢 你怎么说话呢 那人顿时阴沉着脸 转过身来 这是一支队伍 负责接引各路识者与天才等 现在不少人都回头看着 听不懂人话呀 你哪族的 天狗族的吧 楚风 虽然才来混沌宇宙 但是凭借强大的魂光索取 早已将这片宇宙的语言 学得很顺流 对面 阳间那人文言 恼羞成怒 他虽然很高调 言语间非常清满 但是这样被人当众喊话 还是觉得被针对了 被叫板了 找死吗 不过 旁边有人拉住了他 怕事情闹大 引起公愤 对于天才 我们一向看重 比如 哲仙 库弥陀斯 是摩店的最强传人 都被郑重礼带 享受阳间天才般的待遇 而那位被拉住的人 又沉着脸 盯着楚风 至于你这样的人 如果眼红想要挑适的话 先掂量一下自己的金粮 不然的话 干脆也去难民营算了 你们还挺能转移话题 我说的是普遍现象 你们很傲慢 折辱了我们混沌宇宙 大多数进化者 楚风一幅不服气的样子 然后 故意做出一幅傲慢 与轻浮的姿态 杨间人了不起啊 我一个人 打十个 顿时 周围是 一片哗然 觉得他不知死活 还有人 有点小兴奋 同样看阳间的人 言行不舒服 希望可以教训他们 我猜 你的师门 现在一定很害怕 还在想 怎样被宫屈膝 向我赴京请罪 小子 你还嫩 傻呵呵的 别害死你的师门 蠢活 阳间那个人 但笑 只是略微有些冷 一幅轻蔑的样子 楚风大放倔词 装什么大尾巴狼啊 小爷一个打你十个 还说什么我师门 我只有一个师兄 他那暴脾气要是在这里 早一巴掌拍死你了 喳喳 滚过来 小爷不信息 单手教育你怎么做人 当然 他现在容貌早已大变样 别人认不出 周围 人们恶然 这里一片造诣 很多进化者都无言 还真是个愣头青 居然要跟阳间的人死磕下去 对面 王俊成脸色铁青 来到这片宇宙后 还是头一次遇上 敢叫他渣渣的人 就是那头刺猿魔 也只是不服 用行动反抗 不会这么直白粗暴 可眼下这个青年 居然这么赤裸裸的蔑视他 他一声大喊 滚过来 他来自太武门下 属于外山弟子 在这里负责接待等 能够进入天尊开创的门牌 都不是凡俗 他在这里自视甚高 被这片宇宙的人小觑 还出言侮辱 并且是当着 太武天尊后人的面 让他额头青筋都浮现出来 远方 飞灵仙子等 来自阳间的各大教的年轻使者等 还没有走远 都在远处回首 朝这边关注 会说人话吧 要滚你滚 过来吧 我敢肯定 你必然是天狗租的 满嘴喷狗血想埋他人 楚风一幅欠扁的样子 在那里 耿着脖子 斜着眼睛 对他不屑一鼓 做出非常比 与看不起的姿态 黄的医生 王俊成觉得身体血液都要炸出来了 法司倒数 眼神如点光 大步冲了过来 恨不得一巴掌拍死楚风 楚风喊道 东云达 我要跟你公平决战 自己找死还耽搁什么世界 王俊成阴森森的说道 他形体很高 非常健壮 拥有古铜色皮肤 手臂很长 像是一只大马猴 楚风叫号 废话 也是天才 弱冠之年 修到亚生领域中 你这个老帮子 估摸着苦煞几百年 才到胜者层次吧 敢跟我同街一战吗 王俊成 跟吃了死耗子一样难受 他实力不弱 是阳间的胜者 自然非同小可 并且 不是修炼几百年才成胜的 虽然算不得神俗 但也不满 老王 上那座限制竞技的擂台 跟他公平一战 有人喊道 阳间人看不下去了 必须得立威 拿下这个刺头 不然太不像话了 不远处 就有一座擂台 选拔奇才所用 也可以自由挑战等 他以红褐色的 特别岩石著成 据称 是从混沌中 挖出来的特殊石料 坚固不朽 就是应召者也打不动 楚风狐疑 你确信 站在这座擂台上 你被封印了 要跟我平等对决 该不会是要作弊吧 他已经站在这座擂台上 看着对面古铜色肌肤 强壮的根植人缘似的 王俊成 废什么话 王俊成大怒 恨不得一巴掌拍死他 楚风磨叽 看得许多人无语 我怕你不要脸 用圣者能量轰杀我 要不 我找人确定下 王俊成想打死他 再强行克制 你有完没完 我要是失手不小心杀了你 不用负责吧 擂台下 许多人相顾无言 这位也太自信过头了吧 王俊成受不了 直接扑了过去 你给我去死 古铜色手掌 如同磨判斑 并且满是符文 划出玄傲的轨迹 然而 楚风直接跳下擂台 就这么跑了 众人无语 这是啥意思呀 楚风在远处喊道 等会儿 我还没说完呢 你就下死手 是不是心虚呀 终于 混沌宇宙的民宿出现 几尊 在这里保证 对决很公平 毫无问题 楚风再次跃上擂台 最后一个问题 我要是一不小心 将你轰成喳喳 不用负责吧 毕竟你原本就是喳喳 我想问的是 我还能挑战 飞灵仙子 太武天尊的后人吗 一群人目瞪口呆 这位也太自信了吧 这是什么情况 敢这般的奚落 这样的挑衅 有点盲目自大了 楚风敢这么做 是有实力 有底气 敢折腾 万一露出马脚 也无所谓 那就杀呗 至于现在 那就是合法击毙 尽情殴打 王俊成身体都在发抖了 欺人太甚 他一个阳间圣者 居然被这片宇宙的人霸凌 太丢人了 直接向前冲去 有能耐 你就对付我 生死都不用你负责 还可以向飞灵仙子 和太武天尊的后人挑战 然后 人文就发现了 楚风颤抖了 一副很夸张的样子 真激动啊 等不及了 很想抓紧头天尊后人玩 一群人发呆 无话可说 当然 也有个别人想提醒 怎么能用头 做伎俩丹尾呢 阳间的人反应过来后 则很想呵斥 玩 你大爷呀 远方难民营 紫鸾胡怡大眼瞟动 窃窃的小声说道 谁来了 在闹事吗 你给我滚过来 王俊成一步迈出 像是一头大马猴 速度太快了 面目猙獰 古铜色机体发光 探出一只扑扇大的手掌 缭绕神圣符文 向着楚风抓了过去 他恼羞成怒 被人奚落 就差被人踩着鼻子喷口水了 他恨不得一把就将楚风钻死 楚风在那里叫道 等会儿 你还没问我名字呢 王俊成半途中略微一致 但是 听到他的后半截话语后 恨不得一巴掌拍死 感觉此人话太多了 这是要气死他呀 谁关心你名字 他的那只手掌月晶莹 能量气息破人 向着楚风的脖子抓去 这是恨极所致 想直接拎过来 然而 事情的发展出乎他的预料 楚风随便一扒了 就将他的那只手搁挡向一边 然后 他的瞳孔怒争 看到一只手在放大 逼到眼前 太快了 没有给他反应的时间 便一把拎住他的脖子 将他反提起来 你 他恶然 震惊无比 他要揪住的土著 居然反过来攥住他的脖子 像是扯着小鸡仔一般 将他给抓了起来 你什么你啊 楚风碰的一声 将他狠狠的摔打在地上 不过没有用力 如果一招就将对方摔死 估计会吓退所有人 王俊成翻白眼 感觉浑身骨头都要断了 疼得难受 但是 他硬便迅速贴着地面 刀飞出去 擂台下有人喊道 好精妙的招式 这是偷天换日手 用的妙的好点 俊成 用太古蛮龙劲 绞杀他 有人指点 对着王俊成喊 王俊成点头 对 他意识到 对方的招式精妙 可能量气息不足 如果足够强 刚才就扭断他的脖子 或者摔烂他了 他觉得对方打不动他 刚才已经尽全力了 一刹呢 王俊成的体外 冲起一道又一道能量光束 如同金色的蛟龙在游动 盘旋飞舞 充满暴虐性的能量 现在 他浑身各部位都等同于武器 每一处都可进攻 向前冲撞 跟楚风硬碰硬 想将他碾压 果然 楚风忌惮了 不断躲避 没有敢跟他硬汗 数次险些 被那蛮龙劲擦着 场面激励 滚过来 偷什么 就这么点手段 也想跟我决斗 说不进风 你太娇柔了 死 他终于觉得 心中的恶气吐出了大半 几斗片刻后 楚风嘴角露出一缕冷笑 他可不想陪此人玩下去 没有立刻下杀手 不过 是怕吓走飞灵仙子 与泰晤天尊的后人等 王俊成再次冲来时 被他直接抓住一条手臂 就这么给拎到半空 确切的说 是抓住后 轮到半空中 然后重重的一下 就被楚风灌在地上 这次可不同前次 让王俊成惨叫 因为骨断金蛇 蹊跷流血 别说肉身 就是浑光都接近被震散 接着 他又被楚风拎着一只胳膊给踢了起来 再次开始摔打 碰碰碰的 地面颤抖 擂胎上的岩石非常坚硬 来自混沌中 始终无损 但是上面 却也已经血液四溅 王俊成惨不忍睹 倾可见 他都快烂掉了 被楚风摔打得快成一个破布娃娃了 众人实话 居然是这样的结果 许多人认为 应该反过来才对 可真相就在眼前 王俊成像是一个稻草人 被楚风轮动起来 砸到东来 砸到西 不好了 王俊成被人摔烂了 都快死了 阳间的人喊道 招呼通伴 原本他们不在意 远处一些人都没过多的关注 结果现在成这个样子了 远方 一辆碾车旁 有侍女禀告费令仙子 说居然是王俊成败了 这位阳间的年轻使者 这才抬头 跳望擂台 残破宇宙的进化者 许多人张口结舌 摸不着头脑 王俊成 气势汹汹而上 到头来 就这样成为 别人手中的烂布娃娃 楚风在那里解释 喳喳 你太弱了 不知道我喝过龙雀血吧 天生神力 还敢对我野蛮冲撞 我的肉身比你坚韧多了 事实上 他现在可是神降级肉身 甚至抵磷神亡层次 这擂台也压制不了他 这完全是碾压对手 占尽优势后 他一服说教的姿态 如果王俊成知道真相 不被气死 也要被吓个半死 当然 王俊成现在肯定要气死过去了 被人抡着砸 还被人这样喷口水 吸露 这实在是悲感羞辱 此乱 原魔正在远方眺望这边 出于自身安危考虑 他们没敢接近 未曾走出难民营范围内 不然的话 担心有人对他们下死手 即便相隔很远 他们也隐约间看到 平日间对他们敌意甚浓 将原魔骨头震断多根的王俊成 竟然在被人暴打 近期 就是子鸾的一条手臂都骨折了 而且他最为不安的是 王俊成平日看向他的目光有些灼热 现在他与原魔惊喜 王俊成居然被暴揍 太出乎意料了 也太大快人心了 他们很想搞乎痛快 子鸾小声咕噪 太好了 我刚才还在念叨 楚风要是出现就好了 结果现在就有人赶来教训王俊成 打得好 该不会是他吧 原魔低语 跟他用神魂传音 不可能吧 难道 天灵灵地灵灵 我子鸾小声的证于显灵了 真将这个可恶的魔头召回来了 子鸾大眼咕噜噜转动 有些激动 也有些开心 但又狐疑起来 望着擂台方向 因为 无论是他还是原魔 之前都不认为楚风能过来 他难以横渡混沌海 阳间的人在大喊着 住手 一些人冲到擂台进前 就要冲上去 阻止楚风 此时 楚风也罢手了 因为王俊成被他摔了 他手里就剩下部分躯体 连魂光都给摔得快消失干净了 早已四分五裂 楚风自语 这下命负其实了 真成渣渣了 如果换成别人 他也不会下手这么狠 大不了 直接杀了就是 可是此人触怒了他 居然那样针对他身边的人 连子鸾的一条手臂都被打得骨折 就更不要说圆魔了 又有人登台 看到王俊成被吠后 顿时大怒 向楚风发起挑战 结果八十招过后 又一位杨奸圣者被楚风摔打 抡在地上后 破破烂烂 一群布娃娃 真没意思 若是被人知道他真正的修为 估计所有人都会骂娘 太欺负人了 但是他乐此不疲 既然可以合法避敌 尽情殴打 他为什么要放弃呢 这些殴打场景是真的吗 众人发呆 楚风在蔑视杨奸人 太能拉仇恨了 完全没将杨奸人看在眼中 一群人气得不行 但就是不敌 擂台上 被楚风摔打坏掉 五人了 全都挡不住 他的八道踢破攻击 人间还有人吗 不会都这么弱吧 让人失望 那谁 飞灵仙子是吧 过来切磋一下 还有太武天尊的后人 咱们互相掂量一下 楚风当众叫板 轰的一声 顿时 这里一片沸腾 观瞻的人都觉得不可思议 这位也太邪乎了 居然放倒一片 还想向飞灵仙子等人挑战 可谓胆大包天 小姐 我去教训她 飞灵仙子身边 有一位侍女低语 看不过楚风 扭着婀娜的身段 然后就这么 如同凌波仙子般登台 她穿着银色长裙 相当的素雅洁净 但是脸上带着寒霜 有人挑战飞灵仙子 而且是这片宇宙的人 让他们觉得 此人不知天高地厚 但好好地敲打 随后战斗就爆发了 可是接下来的结果 让所有人目瞪口呆 一枕无语 这名女子很强 超过刚才的那些人 尤其是很漂亮 冷弱冰霜 连出手都带着冷冽的仙气 可是才没多长时间 她就开始痛叫 眼泪都要流出来了 满头大包 楚风对她可没客气 在她血白如玉的额头上敲了一下 在她后脑上打了一黑砖 在她脸上激了一拳 让她整个人都中胀了 头上长鸡脚 嘴角溢血 非常凄惨 楚风摇头 还是不行啊 接着 她一把抓住此女 拎着她 也是一阵摔打 顿时让许多人眼中的 靓丽少女 发出悲惨的叫声 停 飞灵仙子身边 有几名女子惊叫 迅速冲来 再耽搁下去 之前登台的少女 也要被摔打成渣子了 这可不是他们希望看到的 可惜 他们高估了自己的实力 登台不久后 也开始痛叫 被楚风打得乱逃 原本一个个轻力漂亮 结果现在都肿胀 围猪头 蹊跷流血 而且 他们都被楚风摔打了一遍 再不停下来 也快成渣渣了 飞灵仙子终于坐不住了 她的贴身侍女 居然都在被摔打 太惨了 她再不过去的话 只能收烂掉的渣渣了 她身材很好 修长而挺秀 曲线起伏 称得上非常性感动人 但是俏脸却很盛级 冷艳而无笑容 修发带着光泽 被散在她的胸前与背后 她的皮肤 雪白晶莹 细腻而有弹性 此刻轻齿出声 让楚风罢首 与此同时 还有几位年轻的使者也飞过来 都是亚先祖 使摩迪 天神功 弥陀寺的贵客 此外 雪白的亚其林 踏在虚空中 拉着一辆银色战车也接近此地 载着白衣无瑕 封神如玉的太武天尊的后人 楚风张口就来 你们这是害怕了 要来臣服于我吗 这是多么大的心 让天尊的后人降服 他在想什么呢 所有人都觉得他神经太粗大了 楚风开口询问 你们怎么不说话 见他们都冷漠不语 他摇头太息 居然都默认了 这要臣服于我啊 阳间举事皆扎着呀 旁观者全都无言 这得是多么自恋的心态 同时 看那非灵仙子 已经在摸牙了好不好 看那太武天尊的后人脸上 和训的微笑都僵固了 人们脸色怪异 他要一个人挑战全阳间吗 非灵仙子忍无可忍 他看到了什么 楚风的脚下 他的几位侍女在抽搐 被摔打的不成样子 进气少 出气多 此外 楚风一边说话时 脚下还在踢沙包呢 非灵仙子跃到擂台上 出现在楚风的面前 面无表情的开口 请他脚下留情 留下他们的性命 也不是不可以 不过 你自己要是被我捉住 怎么办 在别人看来 这就是不知死活 跟阳间的年轻使者对着干 要死磕到底 怎么可能胜 还想活下去 你要是能赢了我 你说怎么办 就怎么办 非灵仙子十分痛快 源自对自身实力的仔细 他可不是一般的生者 真的 想怎么办就怎么办吗 楚风笑眯眯的 双眼都眯成了月牙状 所有人都觉得他眼神特妖 放出的不是绿光 而是蓝广 让一群人都彻底服气 这家伙心中到底在想什么呢 你修道有两百年了吗 沙时节 非灵仙子脸上血色涌起 不是害羞 而是气的 他有那么老吗 再者说 他天资非凡 相对来说 还是个年轻的圣者呢 在阳间 那么灵气浓郁的地方 还需要进化几百年才成圣 那对他来说 是侮辱 楚风故作一副傲然的样子 吹嘘自己 混淆他们的判断 五五到二十几载 如今成就亚圣位 二十几载成亚圣算是快了 但是 在阳间也仅仅是较快而已 根本谈不上经验 所以在场的几人 都带着矜持的笑 气氛有些冷 我真是天纵奇才 在我们这片宇宙 所谓的九位小圣算什么 他们提前出名 都是因为我一直没有出事 你说完了吗 说完了 我们就站吧 飞灵仙子登台后 就自动被压制到压升层次 他刹那就冲了过来 太快了 如同浮动的光 眨眼就到楚风进前 速手微扬 要摘他的头颅 这位身材火爆性感 带玉蓉却 冷若冰霜的女子 出手很灵力 上来 就要去取人性命 楚风盗飞并且大贺 慢 等一等 你还有什么事 飞灵仙子停在那里 凌空而立 皱着眉头 非常不满 楚风很严肃 并很郑重地告知 你还没问我名字呢 冲人是一战无语 飞灵仙子 也是满头的问号 搭理他 当然最后确实很惨 飞灵仙子也是相当恶然 非常无语 修长身躯经营 冷艳气质出众 他含着脸 不感兴趣 他天赋超凡 原本想上来就镇压 这个青年 根本就不想知道 他的名字 为什么不感兴趣啊 我即将要鸣动天下 而你就不想提前知道 击败你们这群人的天宗奇才 叫什么名字吗 这个自恋的家伙 自大狂 众人都面皮抽动 这还没交手呢 他就提前宣告自己是圣者 飞灵仙子额头浮现黑屑 忍无可忍 为了尽快交手 你的名字 并且 他直接动手了 根本就不想跟他耽搁时间 我就是 叶浩 楚风一幅神采飞扬 风采自信的样子 同时很自傲 让人有种错觉 仿佛这个名字多了不起似的 惊天动地 众人又是满脸问号 飞灵仙子一声无语 完全没听说过呀 飞灵仙子 一群飘舞 凌空虚度 他身段修长而绝美 冷艳的气质 超尘脱俗 宛若不识人间烟火的 广寒仙子 他直接下重手 张芷杰神浮如虹 从掌心击舍而出 若是一种神迹 名为流光义 璀璨夺目 微能巨大 若非擂台坚固 且有防御光目 周围的人 可能都要受到波及 楚风大鹤 来吧 决一死战 他抖手间 一片密密麻麻的 晶体飞出 封锁虚空 将飞灵仙子 覆盖在那里 紫荆天雷是 圣者级别的 他是一点也不在乎 扔出去一大把 劈头盖脸 轰炸这位 来自阳间的仙子 这些都是 从异域带回来的 楚风去凶兽高原的 神奇的老巢抄家 质宝没发现 但这种东西却不少 许多人惊叫出声 哎呦我去 怎么感觉这家伙 太不要脸了 这刚开始啊 就动用紫荆天雷袭击 自己不动手 说好的决战呢 楚风的第一时间 倒退出去 躲在角落里 然后举起一块 特大号的白银盾牌 挡在身前 为顶级盛器 保护自己 擂台上 飞灵仙子尖叫 哪怕他天赋 才情过人 进化层次很高 实力超凡 可现在也眼晕 一大把紫荆天雷焚烧 大爆炸 就是他也害怕 每一颗紫荆天雷 蕴含的能量 都相当于圣者一击 这等同于一群圣人 围攻他 有天雷炸开 在擂台上光芒闪耀 能量浩瀚 这里压制人 但却没有压制紫荆天雷 等能量武器 他的手指发光 戴上一副晶莹的手套 绝对是瑰宝 将几颗紫荆天雷 轰碎 并轰飞出去 在远处炸开 擂台不算小 但是依旧 有可怕的能量肆虐 在这里沸腾了 其他紫荆天雷 也都在这时炸开 这简直是灾难性的 发生裂索反应般 剧烈爆炸声 不绝于耳 能量滚滚 飞灵仙子浑身发光 穿戴的都是宝物 从头饰到耳坠 再到衣裙 看着漂亮 但却都是 炼气大宗师的杰作 然而 终究也只是圣级宝衣 遭受这么猛烈的进攻 还是承受不住 不可能彻底护住他 他身上的长裙 炸开很多处 那家都有细密的裂纹 他祭出很多口飞剑 还有金色宝衣 五龙庄 青铜圣鼎等 密宝飞舞 可是最后有些兵器暗淡 甚至被打裂 原处 楚风也受到波及 刹那间 圣级盾牌就换了两块 同时他又抓出一把紫荆天雷 直接扔了过去 飞灵仙子 简直要疯了 他刚看到希望 要熬过去了 怎么也没有料到 那个恶棍般的青年太围锁 又扔出来一大把 怎么会有这么多呢 其他人也都目瞪口呆 关键时刻 这简直是无解 飞灵仙子身上的战裙全面炸开 紧身内甲也毁了部分 露出大片血白细腻的肌肤 美丽动人而有光泽 现在 他开始直接承受累积 没有太多的防御物了 接受闪电犀利 这可比天洁厉害多了 一颗紫荆天雷蕴含的闪电太多 密密麻麻 是雷霆能量基点的产物 所以这么多紫荆天雷密麻麻 出现并爆炸 简直是毁灭性的 贝贝 我吃 飞灵仙子气得尖叫 想逃走都不能 从最开始就被淹没了 这些都发生电光失火劫 根本也没时间顿走 他奋力挡住第一波时 第二波紫荆天雷雨就到了 所以他很不幸也很悲剧 身上各种秘宝不断炸开 一块又一块盾牌 一口又一口飞溅都碎掉了 包括他心爱的金色宝衣 也被打出裂痕 横飞到一边去 到最后 他胸脑而惊惧的叫着 被闪电淹没 被雷霆轰个不停 当闪电停止时 这里安静了 地面较黑 到处都是兵器残渣 不得不说从混沌中带出来的石料 著称的擂台真的很结实 无损 飞灵仙子一动不能动了 浑身焦黑 躺在那里 哪里还有仙气可言 不时有电光从体内冒出 略带抽搐 众人张口结舌 无比震惊 这还是刚才那不时人间烟火般的冷夜仙子吗 这两个极端呢 宏大的擂台角落那里 楚风丢下一块满是裂痕的盾牌 站了起来 就这么片刻间 他换了四块盾牌 这还是因为躲得足够远 没有在闪电中心 楚风叹气 真让人心疼啊 擂台下 有阳间的女生吃到 呸 假惺惺 你也配说心疼非灵 都将人生成那个样子了 顿时一群人响应 想立刻冲上去将他干掉 楚风看着他们一副恶然的样子 你们想什么呢 我是在心疼这四块盾牌 都是我的盛气 毁掉 太可惜了 众人是一阵无语 尤其是阳间的人被气到不行 真想剁了他 太招人恨了 一些人就要冲到台上去 其中包括非灵仙子的好闺蜜等 就是太武天尊的后人 也浑身散发神圣光辉 普照四方 就要登台 楚风嗖的一声冲了过去 扯出一根捆铃声 直接将非灵仙子给捆上了 并且开口 他是我的 他自己都说了 一旦败了 我想怎么办都行 非灵仙子正好苏醒 睁开眸子 听到这种话语后 他英明一声 眼前发黑 直接又被气得昏死过去 我来 我来 一些人冲上擂台 要跟楚风清算 怕你们不成吗 你们一起上吧 楚风无惧 同时又邪逆他们 当然 提前说好啊 击败你们后 你们也都是我的 一群人想殴打他到爆炸 太可恨 鱼可耻了 你们退后 让我来 太武天尊的后人 一步凌空 来到近前 神圣光辉弥满 无比的璀彩于炫目 擂台下 圆魔鱼子鸾也跑来了 实在没有忍住 想近距离观看 太武天尊的后人 玄红都忍不住了 登上擂台 一身银色战袍发光 普照圣洁神灰 连法丝都根根经营 他的气质超凡脱俗 有些人即便站在茫茫人海中 也会显得与众不同 会被一眼看出 红旋就是如此 周身散发白蒙蒙的光辉 宛如一座年轻的神旗 他脚步很轻 血瓦都是白色的 他的体外白光跳动 像是神艳 又像是一轮大日 将他笼罩在当中 将他衬托得越发的超燃在上 神圣强大 体内流淌有天尊血液的阳间奇才 这等人物一出世 我们这片宇宙同境界的人 就不要多想了 十个也打不过人家一只手 残破宇宙的一位进化者叹道 难得的没有人反对 都非常认同 当然 人们也设置了一个前提 红旋不要被楚风的 紫禁天雷覆盖 红旋走来 一个人就宛若 可以镇压这片小天地 压制的 来自阳间的其他年轻天才 都黯淡无光 无形的事 震慑四方 让人敬畏 他超燃在上 有一种坚定的信念 自信强决无匹 可俯视这片宇宙 楚风再次追问 同意与否啊 红旋还没有说话 后面的人不干了 他们来自阳间 都是非凡之辈 居然被提出这种污里要求 然而 红旋却平静开口 可以 只要你赢了我 随你处置 听你吩咐 楚风点点头 希望你说话算话啊 我手中这个阴阴怪 看样子多半不肯接受失败的现实 我估摸着他不会配合 勘脆 摔死算了 他提着飞灵仙子 在这里掂量 还真想摔在地上 在乎要给摔死 慢 红旋开口 他就在此地 如果任楚风杀掉 非凡仙子 还有什么威严呢 我如果赢了你 立刻放开非凡 好吧 暂时留下他 这时 非凡轻微英宁了一声 又苏醒了 他毕竟非常强 恢复了感知 睁开眼睛 再次看到楚风那张可恶的脸 然而 接下来楚风的话 在他看来 比那张脸还可恶 居然动和他 你个阴阴怪 再叫的话 直接摔死 听到这种话语 非凡气的要吐血 这是什么人呢 懂不懂怜香惜玉 有没有风度 简直就是个恶棍 等什么等 翻什么白眼 你以为 还能送我秋波 还是局势利人 你看你自己 现在黑成什么样子了 楚风 拿出一块圣极铜镜 罩在他脸上 儿的一声 这非凌仙子看到后残叫 那张黑乎乎的脸 他差点把自己吓死 这还是他吗 他的花容月貌呢 他的清澄容颜呢 现在不仅一张脸 黑乎乎的 连修长性感的躯体 都快成交叹了 痛得他受不了 虽然他知道 还能恢复过来 可是亲眼目睹 自己变得那么丑 他还是受不了 简直是撕心裂肺般 最为客气的是 那个恶棍还在奚落 当面说他丑 自幼到现在 还是第一次有人说他不漂亮 简直是荒谬 碰的一声 他挣扎 想要摆脱处风的控制 结果又抓狂了 才发现被捆得结结实实 手臂那么粗的绳索 像是捆牛马一般 将他给绑得结结实实 这他想尖叫想杀人呢 老实点别叫了你个黑探头 飞灵仙子实在受不了了 又气又怒 再加上一身无法想象的伤 浑光不稳 险险又昏死过去 气死我了 楚风 直接给他来了一下 怼了他脑门一拳 这一下 他想不昏死过去都不行了 翻着白眼 带着恨意 就这么眼前发黑 失去知觉 楚风蛮不在乎 住下安静了 打死你个阴阴怪 他看了看 直接提起飞灵 扔在了一个角落里 太随意了 这让杨坚一群人面皮抽动 心疼飞灵 但是却不敢多说什么 总感觉这家伙有些愣 惹怒了 有可能会拉手催花 楚风大喊 来吧红旋 我的势错 这就开始认定自己赢了 同时他毫不犹豫 又抓出几颗紫晶天雷 都不带眼似的 看得一群人眼睛发直 不过 就凭现在 有几颗紫晶天雷 还有用吗 数一数就五颗而已 而且红旋 有了防范 红旋笑了 风采自细 向前迈步走去 周身都是白光 化作一轮神盘 将它笼罩在当中 神圣无垢 强大而超然 恍惚解 人们仿佛是看到一尊少年神王出世 要横推世界一切敌 楚风在那里鄙视 你的气场的确很强 但是你扪心自问 是泰晤一脉的最强后人吗 这是什么道理啊 这种关头了 他还有闲心比喻别人 还让对手自己扪心自问 导致一群人都对他翻白眼 红旋带着温和的笑 一点也不恼怒 同时他也不假掩饰 手中持着一面古怪的盾牌 银白赠亮 这是一块硅甲 血白如玉 看起来符纹闪耀 似乎非常结实 红旋微笑 主动解释 没错 你们猜到了 这就是映照级的盾牌 同时他看向处风 那意思是来吧 阳间许多人笑了 这种盾牌不是他们可以驾驭的 一个弄不好会吸干他们 但是这种关头拿出来防雷最合适 红旋体内有天尊血 应该可以动用几次 红旋动了 宛若一带白色的闪电 太迅猛了 不动则矣 动则若雷霆 要一击必杀 同一时间 大爆炸声响起 因为处风将紫荆天雷制了过去 哪怕看到那块白色的盾牌 也没有住手 一击而矣 天崩地裂般 擂台外的光幕都被打穿了 同时擂台剧烈发光 再次形成十道光幕 阻挡内部的恐怖能量 怎么回事呢 所有人都惊悚 地上已经倒下去一大片 许多人浑身是冷汗 身体发软 站不住了 就在那一刹那街 光幕被打穿时 他们灵魂都悸动 在颤力 忍不住要臣服 想要扣手 还好 擂台上又出现了石虫光幕 挡住了那最后的恐怖气息 擂台上 楚风拎着飞灵仙子 躲进一个硕大而又古老的 黑乌龟壳中 这是应召极生物的遗退 是他从异域带回来的 同时黑乌龟外 还盖着一块盾牌 也是应召极的 不过 哪怕是在黑乌龟壳内部 他也还拎着一块盾牌 在那里装模作样的防御 因为 他扔出去的五颗紫金天雷 都是应召极的 可想而知 红旋遭遇了什么 这也是擂台的守护光幕 最初被击穿的原因 那块雪白的盾牌 四分五粒 最终被红碎了 红旋整个人也横飞出去 撞在擂台边缘的石柱子上 满身是血 接着又浑身焦黑 他身上的一件强大战衣 也瓦解了 超然尘世上 宛若神奇的红旋 到头来也跟焦炭似的 伤得比飞灵还要重 若非他体内的能量 帮他化解 刚才可能就死了 即便如此 他也丢掉了大半条命 满身骨头断了 不知道多少根 从头到脚黑的吓人 身体不由自主的抽搐 不断过电 楚风的黑龟壳也破烂了 被轰出一个大洞 因为在这么近的距离内 爆发的应召极能量 是无差别攻击 他提着飞灵走了出来 看了一眼地上的红旋 又看了看 自身这边 不禁扬天常叹 除世未竭 身先死 常使英雄泪满尽 泪台下 原本鸦雀无声 但是现在 一些阳间人无法忍受 有些受不了他 这是在讽刺红旋吗 也好 你太过分了 卑鄙无耻下流 有一次用紫荆天雷 不算是真本事 而且伤人后 还这样常叹 是在羞辱与讽刺吗 一边待着去 少自作多情 我是在悼念黑龟甲 这是我师父留给我的 结果就这么碎掉了 可悲可叹 负可怜 楚风摇头叹气 然后果断而麻溜的冲过去 扯出一根绳索 将体内流淌 有天尊血的红旋 给捆了起来 就跟绑牛羊一般 许多人眼睛都直了 连红旋都翻船 被他拿下 真是让人瞬目结舌 不敢相信 那可是天尊的后人 楚风开口 各位 天尊后人成为我的侍从 杨间仙子已成为我的侍女 至此之际 我有个想法 咱们共谋一件大事 雷帆两人后 他这是要闹什么幺蛾子呢 楚风慷慨激昂 一副自我振奋的样子 至此之际 让我们共举大事 然而 人们的关注点 没有在他话语上 而是盯着他的那只脚 说到机动时 他一脚踏在某段交态上 在那里 振臂高呼 事实上 那段交谈是太武天尊的后人 体内流淌有天尊血液的红悬 一群人眼睛都直了 就是杨间仁也发呆 你给我住手 不 太脚 你给我起来 有人大叫 为红悬 鸣不平 真是岂有此理 天尊后人居然被人当成垫脚尸 其他人也想赢酒 有人是为了表现自身 不管成功与否 都可以跟太武天尊的后人 拉紧关系 也有人觉得 楚风身上的紫荆天雷 不可能那么多 真正快消耗的完了 正是凭借实力 杀他的好时机 楚风抓出八颗紫荆天雷 翻手就扔了过去 将那人覆盖 我最讨厌别人打断我说话 你去吃葡萄吧 还有 那人大叫 结果在刺目的光芒中 在圣人的雷霆间 被炸得血肉横飞 骨断筋蛇 身体都不完整了 摔落在地上 他被涂掉半条命 此地瞬间安静了 当然 这是圣极自经天雷 对付他 不可能动用更高洁的 楚风叹气 唉 终于挥霍完了 没有大杀气了 完了 一些人听到后 顿时露出冷冽的笑 一瞬间在嗖嗖声中 台上多了十一道身影 都是杨尖人 让我来 还是让我来吧 一群年轻的使者 一点也不谦让 争先恐后 冲上擂台 自诩超凡 可以傲视 残破于衆 所有所谓的天才 都会 都会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